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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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出示本來面目 中華民國専反委員會 表理司長 志遠教授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個論壇 各位都知道 南海仲裁案跟我們國家的國土還有海域都有很重要的關係 可是仲裁法庭卻沒有徵詢所謂的意見 也沒有在任何方面討論到我們的立場 所以當仲裁的討論開始之後 我們中國國土法學會就準備了一份法院之友的意見書 就在拉丁文 拉丁文叫做 Amarcus Crimmia Grimm 這麼後裏人實在不像個Griff 但基本上我們就把整個問題的成因後果都放進去了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日文 在場的好幾位 前前任的理事長陳昌榮先生 前前任的理事長李念祖先生 還有在場的好多位都參加了 包括陳淳一前理事長 還有在場的宋念輝教授 王冠雄教授 高盛利教授都參加了 那時候我正在做總統的時候 我也參加了一些活動 很重要的就是把我們的立場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這個送到了在海牙的仲裁法裡 我要示範一下 那個仲裁法不是聯合國的機構 它是由這幾個主要是菲律兵來促成的 但是不是聯合國政治機構 聯合國還有海牙和國際法院都出來前進過 它平常只是這幾個他們自己促成的 那麼這個又有13號 美國的國務卿POPIO對這次仲裁案 提出非常強硬的意見 這也是美國第一次這樣做 他就認為說這個仲裁判斷 在多數位朋友們知道 仲裁的結果不叫判決 叫判斷 叫Dwar 不叫Decision 仲裁判斷他認為是有拘束力的 當然這個說法很有真謠的人說明 那麼我要說一件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有關太平道的 各位知道這個判斷是2016年7月12號做成的 但是早在2015年的11月 那還在進行相關的辯論的時候呢 他們曾經召喚過一個工程會 標準學的專家來討論 結果呢他們引用了我們有一位 台大法律系國際法教授的見解 認為說太平道啊 他是一個沒有飲水沒有水 然後呢沒有農耕 除了空氣跟這個陽光以外 其他都是靠進口的 這個意見後來就被菲律賓所顧的美國律師 引進了他的見解裡面去 他們真的認為太平道是這樣 我看到之後就非常氣憤 非常著急 希望能夠自己親自跑一趟 可是呢我一直都不成功 本來希望6月第二次12月去啊 都被美方啊 這個阻止啊 那最後在1月28號 總算成行了 陳醫師我帶了很多學者專家去嘛 那麼我們去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大家了解 到底太平島是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呢他基本上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實際上我在2015年的5月 就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議 South China Sea Peace Initiative 主要的就提出主權在我 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原則 我以前在東海和平倡議 就提出這樣 南海和平倡議 那麼我親自去呢 就是提出南海和平倡議的路徑圖 要怎麼樣來進行 我是主張啊 這個各國集體的協商 然後呢分頭來執行 在那天我目的是 希望把太平島 把造成一個和平救難之島 我們實際上這個工作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我們因為有一個小醫院 常常去接待啊 南來北往的漁船 也希望變成一個生態之島跟低碳之島 島上也有太陽能發電的設備 所以我回來之後呢 在中山機場 當場就舉行一個國際記者會 邀請這五位仲裁員 或者叫仲裁法官 還有菲律賓官員來參訪這個 我們的太平島 但他們都沒有回應 好 那麼事實上在我登島之前呢 已經請國內的水質土壤 那些法政專家都要先到太平島去 把下關的問題理清 太平島一共是51公頃大 也就是0.51平方公里 它是我們台北大安森林公園兩倍大 這樣子的面積 它最特殊的一點是 是整個南海 外國人叫做南中國海 唯一最大的一個自然形成的島嶺 中共現在在那邊填海造路 像美濟礁 填海造路增加的倍數是2300倍 所以我們本來是南海第一大島 現在變第五大島 出現了很多人工島 但是我強調這是個自然形成的島 它是最大的一個 那它基本上的水 水質也是從19世紀18世紀來 就證明是最好的 它每一天呢 它一個五號井可以生產 水公益1500人飲用 所以那個地方的水質非常好 同時呢它還有這個 一些現代化的設備 剛剛講 這個有這個羊毛發電 它有燈塔、碼頭、機場 還有一個觀音廟 同時它一個開心農場 能夠生產很多蔬果 冬瓜、西瓜、南瓜、苦瓜、地瓜 還有絲瓜 都能夠生產20多種 那麼它在1956年來 我們開始在島上有駐紮之後呢 已經有這麼多年來 差不多有200人住在那個地方 因此呢我們認為它是符合聯合國 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的規定 它能夠呢 能夠維持人類居住跟本身的經濟生活 這一點我們認為它是可以達成的 這是台南法公約第121條的第三項規定的 沒有這個的話就不能夠成一個島嶼了 它只能變成一個什麼呢 變成一個rock 就是岩礁 那麼我們這個 當時我們除了澄清太平島的地位 跟它的性質以外 我們也加強了我們海巡署的編裝 在我任內一共提供了240億給海巡署 結果它一共造了1萬多噸的船艦 我很高興呢 2006年蔡總統接任之後 繼續的提供第二階段的強化它的編裝 他們提供了426億元 準備在四年內要打造這個 141哨的艦艇跟巡洞艇 這是好事情 不過不過四年來呢 我們的海巡署對於護漁不太熱心 所以我們的漁民呢 我碰到的時候都常常跟我報約 這個就是說 我很贊成我們政府花大錢 來建設我們的海巡署的船艦 但是艦了不用 這個不是原來花錢的目標 所以希望蔡總統也能注意到這點 我們該護漁的叫護漁 過去我們的主張就是海巡 漁民在哪裡 海巡就在哪裡 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 這個仲裁案公佈的時候 我已經卸任了 但是我看到我們蔡總統 他說這個仲裁案進行 從來沒有追尋過我們的意見 然後呢 他居然認為太平島不是一個島 而是一個礁 事實上他認為所有的南海 沒有一個land feature 就是有土地的地方是島 都是礁 這是個非常極端的見解 實際上呢 在這個國際間也並不是受到多數人的支持 那麼 有這麼一個背景呢 總統說我們絕不接受這個仲裁判斷 我也是在當時會完全讚成他這樣做 那麼實際上我在這個當年的1月28號 我要去太平島之前呢 曾經特別跟總統府聯絡 邀請已經當選的蔡總統一起去太平島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他既然開始做總統了 就應該去一下太平島 陳水平也去過啊 結果呢他還是拒絕了 到了今年的7月13號 美國的國務卿 蓬佩奧他就提出他的立場 他認為這個仲裁的判斷是有拘束力的 要大家反對這個中共的立場 他是歷來美國官員當中態度最強硬的 但是我們對這一點呢 沒有看到他提出任何的證據 證明我們是一個岩礁 而不是一個島嶼 我們感到最意外的呢 總統沒有說話 完全沒有說話 外交部的說法 他說很委婉的說 我們歡迎他們這個說法 我聽到嚇一大跳 你接受了太平島是岩礁 而不是島嶼嗎 外交部並沒有解釋清楚 所以我們希望呢 蔡總統應該站出來告訴大家 太平島是島不是礁 它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不能夠隨便的侵犯 大家說對不對 我有三點的意見 第一呢 我認為 蓬佩奧的聲明呢 在那種 應該要像四年前一樣 站出來說 他的看法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對於仲裁判斷 也是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呢 我覺得他現在更應該去一趟太平島 這一方面呢 這是我們最南端的國土 像國際間宣示 不但要護於權 還要保他的地位 他是個島的地位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會受到美方的干擾 就像我當年一樣 我試了三次才成功 一定會有阻力 但是呢 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要到中華民國的領土上去視察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跟美方講的是 我要去我們家的後院 關你們什麼事呢 到底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他也不要因為 我去過太平島 他就不去了 有人說啦 他有心魔 發行消費券他就不發了 不過我覺得不必這樣 因為陳水扁總統也去過 有這樣的話 他應該不必擔心這一點 第二呢 我們要強調 我們強調 我們反對這個南海眾裁 不是為了討好中共 或者跟它相互暢破 我們為了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 太平島一直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它是我們的祖產 我們身為後代子孫 不能隨便維護我們的祖產 所以 而且中共對於南海跟太平島的意見 很多是程序我們的 各位你看看 我今天帶來兩張地圖 一張是1947年 1947這張黑白的 一張是彩色的 這是1947年12月1號 內政部所發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 後面一張是後來國防部 國當公主之後 國防部製作比較清楚的南海的地圖 各位都有機會看一下 所以讓大家知道 中共它的九段線 是從我們的十一段線來的 它把在越南那邊 在右左上角對的那邊 兩段線拿掉 九段 是這樣子的 所以第三點呢 我覺得很重要的 我在這裡要舉三個例子 也就是我們中國 中華民國外交史上著名的例子 看看外交官 怎麼樣在大國的壓力下 能夠站出來說話 第一個例子是 顧維軍 在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在巴黎舉行和會 顧維軍以駐美國公使的身份 變成我們出席這個會議的全權代表 他在會場上 以非常流利的聽聞 非常傑出的這個口才 慷慨誠實 說明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不可以由日本繼承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山東是孔子的故鄉 就像以色列是 耶路撒冷是耶穌的故鄉一樣 都是不容侵犯 台下掌聲如雷 他說完之後呢 大家對他非常的敬佩 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 還有英國的總統 然後和喬治都在現場 還對他表示讚佩 也因為他在那邊結束的表現 消息傳回北京 北大的學生所發動的武士運動 就獲得更多的支持 當然日本要我們簽 這個我們就不簽了 這一點是他在我們中國外交史上 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就是因為他敢於對抗這些列強 第二個我要提的就是王寵慧 這個名字 各位可能比較不知道他是誰 其實他很了不起 他德國 他在北大畢業的時候 那個文憑是中華民族第一章西式的大學文憑 在耶穆念了法學博士之後到德國去 待了一年就把剛剛出來的 觸途的這個德國民法翻成了英文 這是在這個歷史上少見的 那才待一年了就翻成英文 非常了不起 1952年這個尼克森以副總統 《法文台灣》的時候特別跑去看 他說王教授 我在德國大學念法律的時候 我有修過德國民法 用的書就是你翻譯的 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話 這位先生當時是 我們國民政府最高國防委員會 秘書黨的身份 陪同委員長蔣中正先生到開羅去開會 當時那個博士副總統 他提供了一個草案 上面對於東國和日本清單的領土 有一個非常好的文字 英文講講說 這個文字寫得很好啊 但是呢英國的外長叫卡拉巴 他反對 他說只要說日本放棄就好 不必說放棄給誰 王總會大大的不以為然 他說你想想看 十多年前 九一八事變 日秉佔領了我們的東北 如果不講清楚的話 大家會懷疑 就堅持跟他辯論 辯論最後呢 第三位代表來自於美國的哈里曼 他是美國駐蘇聯的大使 他支持王總會 所以現在看到的開羅宣言文字 是他拼命爭取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真的要感謝他 而他對於中華民眾的貢獻 我認為是不亞於 那個 我們威靈頓顧 顧陪俄軍 第三個例子呢 就是 葉公超 各位知道在1950年6月25日 韓戰爆發了 美國總統杜魯門呢 下令第七艦隊 進入台灣海峽 防止國共兩方互鬥 他同時也說呢 台灣的法律定位 要等到太平洋的情勢穩定之後呢 再由盟國 或者聯合國安理會來決定 台灣法律未定 這當然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個 但是葉公超意識得很好 他一方面謝謝美國 在第七艦隊來等於說協防台灣 但是他說 關於台灣的地位呢 他說 台灣是屬於中國領土的部分 明顯的就表示 不贊成台灣 一個不一定的說法 因為在那個時候 是需要勇氣的 因為美國剛剛 以前他發表了一個 對華政策的白皮書 不管中華民國了 你們被中共拿去我們不管了 他就說 很有名的叫做 近代塵埃落定 但是呢 他這個地方 葉公超的表現 讓我們真的是蠻敬佩的 所以這一老外優家 他的骨氣 跟他的勇氣 都讓我們後輩敬佩萬分 從這個例子說明呢 外交上要維護國家的權益 無論對方是誰 都必須距離離針 美國是我們重要的盟友 沒有話說 我們非常感謝他 但是不是 美國人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對的 如果對我們的利益 不合的地方 我們還是該指出來 事實上各位都知道 南海仲裁案 在2016年的7月12號公布之後 各國的反應怎麼樣呢 經過了各位看看已經四年多了 到現在為止呢 還有五十六個國家呢 沒有支持這個狀裁案 支持的是二十一個國家 認同它有屈屬力 可見它並沒有形成 一般人所說的傳統國際法 或者國際習慣法 那麼這個 如果說像 連太平島都不能算是一個島 各位知道嗎 美國在北太平洋 有三個軍事基地 一個是叫做 貝克島 一個叫做 豪蘭島 另外一個面積更小的 叫做 Keyman Reef 還算是礁 0.012平方公尺 這三個呢 全都是軍事基地 它也沒有水 也沒有辦法做任何東西 可是呢 它也主張 它有200海裡的專屬經濟區 如果我們沒有 它更不應該有 就是我想這個 這個仲裁判斷 在這些方面的利潤 在國際法上 我也個人覺得 站不住腳 我剛剛講 我們太平島 基本上還是不算太小的島 所以在這種出現 有損害我國權益 又不符合 國際海洋法的主張 我們怎麼能夠說 我們委婉的接受 開什麼玩笑啊 即使是說到這個 她說不是接受 是歡迎 就算是委婉的歡迎 這也是混淆視聽 有損國格 所以蔡總統呢 口口聲聲說 要維護主權 這個地方 要展現她這個蠟臺院的功力 站出來說 我們不支持她 不然的話 大家搞不清楚 以為我們已經接受了 這個仲裁判斷 那一個違背國際法 同時侵犯我們利益的主張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期待 我們的外交部長 不要整天在推特上面 去嗆中共 在政府應該 互主權的時候呢 站出來互主權 這個不能少 這是我們在南海唯一的據點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會 能夠喚醒我們外交部 他的靈芝能夠支持出來 表達我們反對的意見 到 metabolism 是美國 謝謝我 提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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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貿易